Hello 大家好 我今天就來到香港泰土城中心的電場 因為今天就是雙方S9和S9 Plus的新聞報告會 我們早前的朋友就已經進行了新聞報告會主導聲 現在我們就可以在電場測試S9和S9 Plus的最新公文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這個動場有些Line Press 因為我們今天測試的主行 可以有些Line Press 給我們測試一吋 我們現在去看看我們第一個賣點是甚麼 我們第一個賣點是Super Slow Motion 我們現在可以試試 在試之前我有些資料性的東西要補充 平時我們一般的智慧型手機 每秒就可以做到600多格 而我們這個S9和S9 Plus 就可以做到1秒960格 到底1秒968格是有多少萬呢 我們現在試一下 好像畫面一樣 我們這個超慢動作 Super Slow Motion 是有自動和手動的兩種模式 我們現在先試這個自動 就可以錄影了 我們看看剛才用了Super Slow Motion拍攝的影片 我們剛才用了手動模式 我們可以看看 可以看看 有多慢 我們現在用自動模式 它可以自己選擇 框是可以專注在哪個點 譬如我們現在專注在這個框 好 我們這些片 它還有三種不同的 這個慢鏡的模式 例如有循環 反轉和搖擺 有三種不同的模式 可以選擇你那個超慢動作 呈現的方式 好 我們現在試完這個超慢動作 我們就去試一下這個 AR2MUCHI 就是另外一個很大的鏡 首先我們要 開做一個圓圓的頭 然後可以選一種人 AR這個模式 然後我們就展開AR 首先我們要自拍一張 自拍完之後我們就要選擇性別 然後按下一步 我們可以選擇膚色 膚色 選擇完膚色之後 我們還可以選擇髮型 然後我就選擇這個 然後再滑色也可以選擇 我就會選擇黑色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眼鏡 和衣服 我就穿這個牛仔裙 這樣就可以做到自己 AR2MUCHI 之後呢 它是可以跟著你的表情做回你的動作 就可以因應你的表情 而幫你的公仔做不同的動作 你拍了這個照片 它都會同時做了18個Status 而且因為它是智能 所以你在WeChat、Facebook 或者一些社交媒體都可以用你的電子 盡情傳給你的媒體 是不是很像我 我們玩完這個R-Emovie 我們可以試一下 Bixby的自動翻譯功能 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現場 有些韓文字 英文的菜單 我現在試一下 翻譯韓文的菜單 好 好 看見到有多快 它將韓文的菜單 可以很快 變成繁大中文 其實它還可以選擇 有不同的語言 就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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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文 泰文 烏克蘭文 大家知道 意大利文 芬蘭文 有很多選擇 其實都很快 大家看到有多快 我們再試一下英文的菜單 對了 其實都很快 我們嘗試轉做俄文 看到嗎 是可以做到即時翻譯的效果 好 我們試完這個 自動翻譯 我們現在來看看S9和S9 Plus的真心 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 我們小肌是有黑色和紫色的 大肌是有紫色、黑色和藍色的 我們現在對比一下它們的大小 我右邊是S9 然後左邊是S9 Plus 而這個紫色 大家看看這個紫色 我自己覺得紫色是很漂亮的 我不懂形容這個紫色有多漂亮 大家16號可以來CTN門市看看 它紫色就是這樣的 然後我給大家看看黑色是怎樣 這部就是黑色 黑色就是這樣 藍色就是因為S9 Plus才有的 在後面 其實都挺漂亮的 對比一下黑色是這樣的 大家看到嗎 藍色也很漂亮 黑色也很漂亮 好 我現在有一個消息想跟大家說 就是現在即時預訂 在我們CTN預訂 就會有一個預訂優惠 而我還要插播一個廣告 就是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這裡來到香港 拍片即時上Facebook 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消息 就是因為我們現在用了大灣區的計劃 大灣區的計劃就可以在全中國內地 香港和澳門共用數據 語音和SMS 所以我們上鏡時 在哪裏拍片都可以即時告訴大家 今天我的報告到此完畢 多謝 拜拜